的地位 阿琳娜 前位一位選手 在跳馬項目拿到了9.6分 可以發現她身材修長以後 還有一個特長 她是走陪子 跳馬 總人跳 事實上我們提到這個總人跳 同樣的動作在跳馬 我們稱是總人跳 如果放在不同的項目 稱呼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其實這個動作就是 側翻內轉 後空翻 是日本的一個總員光蘭選手 現在目前是在 招日生命體操學校的一個校長 而是他們曾擔任 日本的女子國家隊的教練好幾年 她在訓練上相當嚴格 她所創出的一個動作 其實她的過程是 側翻內轉 躯體後空翻 側翻內轉 躯體後空翻 我們在跳馬把它稱為是總人跳 其實就算是角度的不同的話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程度了 對 其實這個底細的都叫為總人跳 很清楚世界的對體操學者 都會很清楚這個動作這麼做 那麼體操項目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 像剛才陳老師所說過的呢 誰要是發…